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岳飞 黄继光等等 但是战场上还有许许多多位国家做出贡献 甚至连姓名也没有留下的劣势 小编今天就要和大家说说 这么一个19岁便被国捐躯的小伙子 为他救治的女护士含泪 答应了他牺牲前提出的一个要求 想必大家都知道对越反击自卫战 虽然对他的了解可能没有抗日战争多 要知道越南在与西方列强发生的战争时 中国的人力才立党出手帮助过他们 最终他们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但后来越南却恩将仇报 反过来侵犯我国领土 我国不可能坐视不管 因此便展开了对越反击自卫战 这场战争虽然最杀的结果是我们获胜了 但各方面都损失惨重 其他的不说光在战场 上牺牲的士兵们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在双方军队还在僵持的期间 四处弥漫着战火留下的硝烟 血腥味散布在空气中久久不能消去 在一片草丛中 女护士正在为一个士兵处理她的伤口 可以看出她的伤势很重 护士处理得很是小心谨慎 生怕让她感到更加痛苦 这个士兵只有19岁 被弹片击中了要害部位 奄奄一息的 但却仍在和死亡做奋斗 看着令人揪心 年轻的士兵似是知道 自己已经救不好了 便对救治她的护士说出了她的心愿 她离开家乡奔赴战场有很长时间了 期间都没有再看到过自己的家人 她十分挂念 而现在她将不久于人世 没有家人在身边陪伴感到很孤单 她希望护士能抱一下她 给她最后的慰藉 看着因战争而伤痕累累的年轻士兵 与护士答应了她的要求 小心翼翼的将她抱了起来 最后 这个年轻的战士沉重地闭上了双眼 在这个女国 释怀中去世了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 19岁这个年纪 可能才刚刚踏入大学的校园 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 没有战争的迫害 有好的环境让我们学习 健康向上的心态去享受生活 但那个时候 他们不得不在风华正茂的年纪踏上战场 只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 我们如今的安宁 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好了 关于这个19岁 汴京勇牺牲了的战士 小编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了 小编认为 这些为国而献出生命的烈士们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空闲在假期 可以去烈士墓地悼念 为他们献上一束花 或者多陪陪身边的老英雄 不知道各位读者 对此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参与讨论 喜欢的读者还可以加个关注 小编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文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